猫熊跨租 哈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欢迎来到猫熊跨租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又又哥哥 今天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很棒的绘本故事哦 不过在说故事之前 我要先来邀请我的好朋友一起来听故事 不过现在要请你们跟着我一起来大声的念 一起来找他出来哦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银行猫熊在哪里 哈喽 没错 他就是我的好朋友花飞花 嗨 花飞花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没问题 大家好 我是花飞花 没错 今天啊 有花飞花陪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哦 今天的这个绘本故事呢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昆虫好朋友哦 那今天的主角 他的名字啊叫做小毛 花飞花 你要不要来猜猜看这个故事主角小毛 他是什么样的昆虫呢 甲虫 哦 青蹄 嗯 好像都不是耶 不然这样好了 我来给你一点提示 嗯 他的身体软软的 你知道是什么昆虫吗 蝗牛吗 嘿嘿嘿嘿不是蝗牛哦 他的身体啊是一条长长的形状 有挺重的 而且好多只脚哦 很久 不会是蜗广吧 嗯 好像也不是蜗公哎 耶 没关系 现在啊 我们就赶快来说几个绘本故事 小毛的变身日记 你就知道 我们的小毛是怎么样的昆虫笏 耶 现在大家就跟着我 还有花飞花的脚步 一起来听故事咯 听故事咯 小毛的变身日记 小毛是一只不起眼的毛毛虫 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很会发现别人的优点 蜜蜂好勤劳 嘿咻嘿咻 蚂蚁针团结 独角仙是超级厉害的大力士 我长大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小毛总是不停猜想着 你长大以后 应该会变成有翅膀的昆虫哦 没错没错 会变成有翅膀的昆虫哦 嗯 一定是有翅膀的昆虫 朋友们异口同声地说 从此以后 小毛总是特别注意 有翅膀的朋友们 有些蝴蝶头脑很好 加减乘除都难不倒它们 一加一等于二 一乘一等于一 有些是卫装高手 玩躲猫猫游戏时 永远找不到它们 呃 那我要躲在哪里呢 嘿嘿 看我把翅膀给盖起来 呵 有些翅膀上有蛇 呃 有些长得好像 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谁啊 呃 这个是有毒的 还是没有毒的呢 长得好像哦 除了忙着认识新朋友 小毛喜欢躺在叶片上 幻想满天飞舞的昆虫们 在心中描绘自己长大后的模样 嗯 我会变成那个样子吗 还是那个样子呢 哦 好期待哦 小毛一边看着这些 有翅膀的大朋友 一边大口大口吃饭 好想赶快长大哦 它心里想 哎 肚子好饱哦 连打了几个哈欠之后 小毛忽然觉得 好困 好困 它帮自己准备了一个 舒服的小睡袋 哎 我就睡在这里好了 在睡袋里 小毛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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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睡得好饱哦 小毛深深懒腰 从睡袋里慢慢地爬出来 它低头看看自己 黑漆漆又皱巴巴的 没有帅气的舌头 身上也没有数字 看起来更不像是枯叶 嗯 怎么跟想象中的 不太一样呢 朋友们都好担心它 嘿 现在的小毛力气大吗 嘿 就是啊 它美丽嘛 哦 还是有着非常聪明的脑袋瓜呢 嘿 到底是怎么样啊 哦 我也不知道耶 哦 好期待哦 小毛揉揉眼睛 奋力地张开翅膀 嘿 哈 比起想象中的样子 我更爱现在的自己 于是小毛便成为了 台湾独有的梦幻之蝶 台湾宽伟凤蝶 哦 没错 这个故事啊 真的非常精彩呢 原来这个小毛 它就是一只毛毛虫 不过花飞花 你不觉得这个毛毛虫 它真的很厉害吗 嗯 从不起眼的毛毛虫 没想到长大之后 竟然变成这么漂亮的一只蝴蝶 因为它变成蛹了 你说得很好哦 其实啊 在这个昆虫的世界里面 也有很多像这样子 需要经过蛹的阶段 也就是在故事里面 这个小毛啊 它在睡袋里面 睡了好长的时间 最后啊 才会变成漂亮的蝴蝶哦 那你知道 有哪些类型的昆虫 也是这个样子长大的吗 蝴蝶 条虫 嗯 还有鹅 嗯 说得很好哦 还有呢 还有秘宝 哦 没错没错 花飞花说的这些昆虫啊 它们的长大阶段呢 我们叫它完全变态 变态 不是那种变态啦 就是小昆虫要变成成虫 它们的成长过程 那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睡袋 也就是有的阶段的话 我们就会叫它不完全变态 那你知道不完全变态的昆虫有哪些吗 章王 没错 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里最害怕看到的蟑螂 还有翅膀很漂亮的蜻蜓 这些昆虫都是属于不完全变态的昆虫 太好了 今天听了一个这么棒的故事 小毛的变身日记 蝴蝶的变态 要非常非常感谢三明书局这个出版社 还有我们的图文刘小丽 谢谢你们 大家可以听到这么多这么棒的昆虫 它们长大的过程哦 那记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 别忘了要开启小铃铛 才可以听到很棒的故事哦 好啦 那又又哥哥还有花飞花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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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